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星 朋友们今天这条视频呢 是咱们打假系列的第九弹 今天第九弹的话呢 原本是五样的打假产品 但是有一样呢迟迟不发货 所以呢今天呢只有四种 四种产品呢 全部都是最近网上比较火的美食类的东西 所以呢今天咱们这条视频呢 就来看一看这四样东西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买过 咱们还是按照老规矩 如果我们打假到的产品 这个东西你们也同样有买过的话 可以在屏幕上扣个1 如果说没有买过的话 可以在屏幕上扣个2 我们就先开这第一款啊 来先看一下原视频 各个像拳头一样大 两罐才卖28块9的网红鲍鱼肉 这一罐的价格呢 我是花了9块9毛钱 两罐的话卖28块9 那我为什么不一罐一罐的买呢 OK咱们就拆开来看一下 这个上面写的是135块 比钱都还大的鲍鱼肉 我已经打开了啊 这么多汤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鲍鱼有多少啊 123456 里面5只半鲍鱼 这里有半只你看到没有 加汤汁加肉总共103克 而且呢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鲍鱼呢 闻起来有一股很新的那种臭味 我就挑的是最大的 咱们来对比一下 他们说的比全都还大的鲍鱼在哪了 好吧 那买都买了 钱也花了 咱们呢就来简单尝一下这个网红鲍鱼肉 朋友们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 这个罐头呢已经完全完全的臭掉了 闻起来呢是臭的 吃起来呢比闻起来还臭 那不知道这个鲍鱼有没有多少人中招了 有的话扣个1 好 第二款 来先看视频 隔着壳都能看到蟹黄的香辣小螃蟹啊 同款买过来了 价格是19块6毛钱一罐 全母蟹 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是透明罐子包装的 可以看到这里的进行量呢写的是240克啊 来 我们先撑一下 加了罐子276克 好 我们再把它给拿出来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 七只 八只 九只 十只 十一只 11只螃蟹撑完之后呢 225克 那这么说来呢这一点螃蟹啊 就还是没有到他们上面标注的240克的键含量 不过呢也差的不太多是吧 那咱们一点点呢就不再追究了 可以看到这个蟹呢其实是没有绞的啊 而且蟹呢里面并不全是母蟹 就还有弓蟹 好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蟹里面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黄 来 我们就拆这只母蟹啊 的确中间呢全部都是黄 再看一只弓蟹 可以看到这里面呢也是有蟹膏的 其实按理来说看到它这个蟹里面满满的蟹黄 还有蟹膏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是不是都觉得 19块钱买这11只螃蟹的话呢 还是比较值得的吧是吧 虽然说我掰开之前呢我没有给它加热 但是呢其实朋友们我今天谈的不是加热的问题啊 因为其实19块钱买这11只螃蟹 咱们肯定是血亏当中的血亏 它这个配料上面写的第一位的叫做老头蟹 我之前呢也有做过一期视频就是用火锅底料去炒制翼元蟹 其实呢这个老头蟹还有一个别名就是叫做翼元蟹 目前全母蟹的价格呢50只卖到的是29块钱 所以说呢朋友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小螃蟹的话啊 它装个30只进去还能赚20只的钱 好第三款先看视频 黄金大奥鲍 深入好一点大汉堡啊 两只 四只 满满一箱13只卷去两个酒 包又到家 OK同款的我买过来了啊 99块钱13只 朋友们我花了99块钱啊 我只买到了5只 并且这里有一只还漏了气 其他的话呢都是这样的 相信呢可能买这个东西的人呢都会以为这个黄金奥鲍就是鲍鱼 但是呢其实它跟鲍鱼呢压根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黄金奥鲍呢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 黄金奥鲍呢是来自非洲西北部塞内加尔的叫做欧拉窝罗的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呢就是螺肉 知道了这个东西的来源之后呢 我后面呢又去搜索了一下这个黄金鲍的价格啊 这里呢我找了一个海螺黄金鲍的批发价 它的批发价呢500斤起批19块到20块钱 好我们就先来称下我这里5只到底有多重 我们家的带子称啊 家的带子称呢500一只帕克 这个里面呢还是有一点点水的 所以呢我花了99块钱买了这5只号称黄金奥鲍的东西 那其实它的批发价呢可能也就只是十几块钱 那相当于是他们含泪倒赚了咱们80块钱 其实他们利用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不懂的原因 然后呢去买这个东西 然后吃起来呢我发现跟鲍鱼完全就是两码事 煮一只咱们尝一下啊 直接关盖让它煮个20分钟嘛 好那边再煮的时候我们开最后一个啊 老样子先看视频 新的朋友们这个视频呢我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 就是一个女孩呢背着一头猪 然后上山下山拿着这个猪肉去卖 不过呢我点开她的小店一看呢 我发现这个女的呢还卖腊肉 所以呢秉承着一直有着同情心的我呢 就在她家里面买了一份腊肉 这一块肉的话呢总共是一斤 我买的时候呢是85块钱 咱们再来称一下538克啊一斤多 但说真的这个肉呢只有一层报纸包着的 并没有任何的执行标准 加上那个QS标准 不过呢我在他们的小店里面呢 发现了他们的包装的图片啊 看这个图片上面呢 它写的确实是叫烟熏腊肉啊 然后呢执行标准呢是GBT23493 其实这样看的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呢我按照这个同样的执行标准 搜了之后呢我发现啊 这个呢是中式香肠的执行标准 腊肉的执行标准呢叫做GB2730-2005 所以呢那就相当于是这一块腊肉 被贴上了香肠的执行标准 但是呢话又收回来了 买都买回来了 花了我80多块钱 那肯定是要尝一下的 我们就切个几片吧 好就切这么多 如果真的是腌制品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生吃的 肉的话呢其实本身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啊 这样敞的话呢很咸 然后呢有腌制的那种味道 那这么说来的话呢 这个肉呢其实吃起来呢 味道还算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缺少官方的那种标准文件 因为这些东西呢毕竟它是腌制品 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面呢 它是有一定的致癌风险的 当然呢也不是说有了包装呢 它就一定不致癌啊 所以呢这样东西呢只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碰到三无产品的东西啊 大家尽量还是少吃的好 或者说尽量能够做到不吃 那是最好的 好咱们之前那个黄金奥报呢也煮好了啊 我们就切点片啊 来你们看一下这个里面长这个样子的啊 这里呢我们来一点点酱油 再来一点醋 哦果真啊网上说的嚼起来像橡皮真的不是虚的 这真的就是跟那个橡胶一样 你看到没 哎真的是难为了那些商家 他们是怎么吃下去的 而且还吃的津津有味 好吧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说 如果各位喜欢这条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记帮这条视频 点赞转发留言收藏评论 我是大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